向来被称为是政坛帅哥的立委黄逸娇 不过最近如果你看到他会吓一跳 因为呢 双眼皮怎么会如此的不自然呢 我们看到有人说他的上眼睛又肿得好像鲁蛋一样 到底怎么一回事 离开了解 应该有这个责任啊 什么事情讲清楚 这群台上立委黄逸娇 这群新任长吴敦义 不过旁边的人怎么看 怎么奇怪 黄委员的蜂蜂蜂 蜂蜂赶快 双眼皮变好深 眼睛还种种的 难道说这位政坛帅哥在眼睛上动手脚 只说是割眼窝脂肪瘤啦 不过我们来比比看 手术前的黄一胶 眼睛没有那么深邃 还有点无神 不过割完眼窝脂肪瘤 眼睛超深邃 简直随时在放电 助理是怎样 助理就是把它缝起来吗 还是 缝起来 因为我这个都是 它那个针头 它擦了 所以它这里缝眼头还是有缝这边 哦 原来是顺便处理一下 割眼窝脂肪瘤这样的附加价值 不能让眼睛更深邃 也成了媒体焦点 不过手术都两个礼拜了 何时眼睛才可以消肿恢复成正常迷人的电眼 黄委员可得再等一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台北报道